一袋袋的茶叶蛋,香味四溢,这可不是超商的 而是来自新北市汐纸区,常清理里长陈建兴自己制作 里长的茶叶蛋,过去几年里长的爱心茶叶蛋相当有名 这次里长带着上百颗的茶叶蛋,连续第四年回到家乡金山 要送给金山与万里的国小 有数十位的弱势学童,每个人一袋茶叶蛋 还有六百元的助学金红包,希望能够鼓励学生努力向学 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于偏乡学子的温暖关怀 那里长茶叶蛋我是每一年都会过来给他们 那今年虽然是有点成长,给他们多一点 那另外红包的来源是集合三星人士一起的 那今年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用我妈妈的商商补助会来捐给大家 那今年用草本饲养的那个红蛋,它是比较贵一点 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那既然小朋友要好就给好一点的 那我一方面说来回家乡,大概一点点心意 我不是说用很大的金额啦 只是说一点心意,每一点多来 这样会比较持续性会比较好一点 里长的茶叶蛋非常有名 许多人都闻香到里长服务处询问 里长表示,今年製作茶叶蛋 使用金蘭花草本饲养的机能红蛋 加上牛奶浦等名贵的料理包乳制而成 营养价值更高,也是给学生更好的茶叶蛋 再加上自己母亲的桑葬补助费 搭配其他散心人需的捐款 给每一位孩子红包 另外,金山区长也全程陪同发送茶叶蛋 更加码给小朋友文具礼包 同样的,我们公所也会共襄盛举 今年我也送给小朋友一些文具 刚刚也看到孩子们蛮喜欢这些东西的 那最主要其实里长他是土生土长的金山人 那事业有成之后 他目前是居住在汐止,长青里 那也在那边担任里长 但是还是有心回馈到故乡 照顾故乡的这些孩子们 这一份的心意真的是难能可贵 那刚刚里长跟我也是勉励 我们这些弱势的孩子 长大成人之后 有朝一日,有能力 也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系纸区常青里里长陈建新表示 自己本身也是金山国小毕业 特别回馈国小的学弟妹 因此也亲手卤制茶叶蛋 为孩子增添营养 还有助学金 而金山区长也表示 感谢里长每一年都会给金山家乡的 孩子这一次也跟着里长一起走访学校 趁着学期末跟孩子勉励打气 而学生在学期末过年之前 得到最温暖的实质祝福 也是孩子们过年的最好礼物 也期许学生们都可以努力向学 在未来形有余力的时候 也记得要回馈社会 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记者许端一金山采访报道